当我把23天里的三个周末都献给了保定 那一定是因为那里有我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 那么你知道我去干嘛又要去见谁吗 跑成人汽车2019智慧工厂半城马拉松 见何温娜 史东鹏 庞伟 李悦 6月2日天气晴 穿上跑鞋 抵达后现场好嗨啊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长城汽车2019智慧工厂半城马拉松的起点了 那么我们现在是在红书的红书工厂半城马拉松的起点 大家刚才能问呢我们就向红书工厂半城马拉松的起点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要跑马拉松啊? 其实,人生就像马拉松 大多时候,我们都在前行 在和生活琐碎作斗争 几款我们的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圣 却往往是鸡毛蒜皮 上班迟到,老板发飙,信用卡报表 都会让我们觉得很丧 所以,来一场马拉松式的洗礼吧 它可能会让你在撑不住的时候 再好好崩溃一次 但在出现的瞬间 你会发现 我们都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 才成为那个不动声色 温柔坚定的大人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镜茜茜茜